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八點,吳辦高森,彈球均真,啤梨漫步,節目主持人,啤梨林匡正。 我總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請到那些醫學界的朋友,上跟他們啤梨漫步, 但大家要知道,我這個節目,的確在現在的世俗之中,我很多朋友是不介意上來的, 但又怕他們的同業有色眼鏡。 而且你上來,你私家,即是你自己出來執業的,隨時生業都少了,被人搞, 做公立的,你便上不到位,升不到職。 是呀,這樣就變成人家會多事想一些,但香港的醫療問題,已經講到口臭了。 其實呢,香港人口越來越老化,這個是不真的事實。 那麼我們的醫療系統呢,曾經,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曾經呢,在我們很小的時候,當然是周圍睡, 在醫院睡到周圍地下,房間沒有床,現在也是, 但是去到大約是九十年代左右, 那麼我們香港那時候呢,我們是為我們的醫療, 是叫傲,全世界搞不好,其實全世界差不多, 那些先進國家地區呢,醫療都是一個沉重的一件事來的, 始終都是,醫療普通都是貴的,普遍, 譬如又要靠很多,保險各樣各樣各樣, 好了,而保險又要衍生另外一些問題, 我們不在今天講, 但是去到現在,隨著我們人口越來越老化, 政府給的資源是否到位呢? 我不是說他不給錢, 是否要像大陸說的那些匪夷到位呢? 因為現在究竟醫療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大循環來的, 你醫務人員不夠,為什麼不夠? 因為工作太辛苦, 為什麼工作會這麼辛苦呢? 因為病人太多,因為我們老化, 加上新移民,每天150個, 以前我們是五百多六百萬人, 現在是七百多八百萬人, 但是工作的依然是這麼多, 但是都是這些? 外面私家醫院的負責, 那個待遇是更加高的, 所以誘因很大, 我要這麼說, 其實私家醫生, 除非是大國手, 我講過了, 其實在二、三十年前, 正如剛才所說, 他未必會賺很多錢, 因為那時候大部分香港人第一年輕, 第二,很多時候公立醫院, 那些事情都做到了, 那時候的公立醫院也不是排得特別久, 那時候的公立醫院, 於是乎, 那些私家醫生未必一定賺那麼多錢, 於是乎吸引了醫生出去做, 所以私人失業, 那個誘因就沒那麼大, 但是現在所有東西, 所有東西都加起來, 就達到這個效果, 達到現在這個效果, 剛才那位謝小姐, 他用了十一萬, 他在外面做手術, 我想他應該十幾萬, 但如果沒有十幾萬, 那怎麼辦? 等九年? 我們上次講過, 新界東、新界西, 幾個聯網, 其實都是要等八九年, 醫管局說, 我們在五區也做了什麼關節支援中心, 專門用來跟別人換關節那些, 其實最主要就是膝蓋, 但是都是要等六七年的, 又死不死? 你說死不死? 那如果沒有錢那些怎麼辦? 現在各個痔瘡都要等兩三年, 不要說這些 而香港人, 我覺得最高興的, 我不知道今天, 我有多少新聽眾聽他們的節目, 到現在, 到這一刻, 我聽的時候, 聽港台的節目, 我會發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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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真的, 活在另一個星球呢?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的節目做得這麼頑皮, 我認為, 都仍然有這麼多人聽, 因為我聽見, 好像是鄧達志這樣說, 是鄧達志, 我認為是一個, 就是, 有些錢都很交, 家裡有錢, 裡面都比較貼地, 你理解市民的, 就是藍絲, 我當他是藍絲, 不是很藍的, 他說, 喂, 你香港要求這麼多, 做什麼? 大義是這樣, 人家給多少錢稅? 人家, 你香港現在最貴, 你給15%, 16%稅, 人家給四成五成, 香港是幾富有的, 香港的間接稅有多少? 我真的想說, 我不要說, 富不富有的那裡, 香港的買地, 你只是想想, 人家給多少錢租, 我們給多少錢租, 就是, 我們每一樣東西, 那個就是, 那個其實已經不是間接稅了, 不是我這樣給測試,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直接稅, 你想想, 馬來西亞, 我經常租, 我經常說一件事, 馬來西亞是有入口稅的, 入口稅不低的, 我去買一瓶花黃, 譬如洗頭水, 他要賣30元港幣, 叫你來, 他有稅的, 聰明我們在香港買一瓶花黃收油水, 不免稅, 我們免稅說來, 他收你, 要$45元, 是免稅港, 比有稅進口稅的地方, 因為你的地租很貴, 人家可以照顧到你這麼好, 如果任何地方, 就像香港有這麼多儲備, 還是這樣去對待市民, 就想想過了, 正如我剛說的法國王匯心, 恭喜謝小姐 剛剛看了一段新聞 有個68歲的黃先生在2010年 8年前退休後開始出現失痛 連上樓梯也很麻煩 到2016年他又說情況惡化腫痛難忍 不知道為何要忍病 通常罵得到都是這樣 於是會公立醫院排隊輪候做手術 誰知道等9年後真的要2025才做到 他今年68歲那些9年後都70多了 他在輪候期間這樣也好 安排做物理治療舒緩病請 但物理治療當然不會見成效 如果不是就不用做手術了 本來他打算再忍一會就去 看看等不等到公園服務 這次他旅行期間多走幾步路 他根本連站都站不到 於是意識到情況嚴重 最後回到香港 發覺原來他慢慢發展到 只是站了15分鐘 走路最多都走20分鐘 到後期連胸口也痛 你也知道痛就扯到全身 於是他唯有去私家醫院 私家醫生建議他先做運動訓練肌肉 有助手術後的康復 到今年10月即是上個月 他接受傷失人工關節致援手術 換了兩個膝頭 結果情況良好 當晚就能夠用附座架走走 6天後就能夠出院 但用這些錢26萬 26萬應該算是合理的 為什麽就是兩個 剛才那女生生一萬 謝小姐 那麽我就要這樣說 我不會說話 我還有其他事情想說 這一節關於病 那麽我就不說那麽多 但換膝頭這件事 其實隨著年紀大 都是非常麻煩 很多人膝頭的問題 因爲超重 還有勞損 這個是自然勞損 比新陳代謝不夠快 OK 那我要問 去哪裏賺了二十幾萬 普通人 好 如果你說有通波性又怎樣 那做其他疾病呢 唉 真是 我《啤梨晚報》的確是一個資訊性 和好想多好處的節目 你知道馬來西亞換膝頭多少錢 你今天打電話改醫院問 4千元美金 馬來西亞的私家醫院 即是港幣3萬鬆一點 3萬鬆一點 我真是不懂得說 而當年馬來西亞 你過去見完醫生 準備好 訓練了肌肉 為什麽訓練肌肉 就是幫助你 可以做完換膝手術之後 可以快些康復 OK 如果你說有時間 真的要換膝頭的 過到馬來西亞 基本上就可以在那裏看完醫生 看是否適不適合做手術 還是怎樣各樣情形 然後你在那裏留幾天 然後才做手術 又或者再飛回來香港 訓練了肌肉 做一些物理治療 加強 因為要快些康復 OK 好了 我反而想說一下 昨天我聽見蕭先生說 癌症的免治療法 你有沒有聽 沒有 其實我之前也想說 在諾貝爾獎 今年的諾貝爾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就是 心理學和醫學獎 給了美國的尖武士 和日本的本樹友 即是James和本樹 表揚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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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免疫系統 他們發現了一個治療癌症的方法 其實這個免疫系統來治療癌症 都不是今天才有的 你知道通常 班德、諾貝爾獎 都是滯後一點的 就是幾年前的 那為什麼我會有看這些東西呢 因為我爸爸之前有癌症 那我就會去看 但是我猜不到 原來現在已經是去到臨床 用得這麼好 那我問你有沒有看蕭先生 因為蕭先生就斷言 其實我不是一定看他 因為我是聽蕭先生 到現在都有 但是不一定是日常聽的 但是有時候我會看他的題目 譬如說 癌症的斷言 是五年來他會沒有 那我覺得很好奇 然後我就聽完他之後 一直在網上看 那我覺得這個 我也覺得是會很 我們這一代 我想都不會有癌症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五年來 可能是六年、七年呢 那也不奇怪 為什麼他可以鍛鍊五年呢 當然 他也在這個節目上 也有講過關於他兒子這一陣子的事 他說擔心 那我就沒有什麼好說的 做生意的事 OK 我也不會怎麼批評 因為那些私人的理由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是做生意的人 我不會在今時今日 或者這一兩年前 或者兩三年前 買個這麼龐大 是賣影碟唱片的地方 是 尤其是這件事情 走向直揚 你連網上賣 都已經鬥到你死我活的 你還要去買硬件 網上的人要付錢 已經是不容易 我真的 即是 即是怎樣大改革都好 都是很難的 是的 我只能夠說 我不會買這些東西 一個時代不是這樣 對 除非我很多餘錢 當作工具 其實這個免疫系統治療法 如何醫癌呢 首先我們要講快一點 免疫系統 就是防止我們疾病 其實免疫系統 我們自己的自身免疫系統 看到你的身體裡 可能有病菌 總之一些不對勁的東西 他就會簡單的說 他會去搗亂病菌 但是癌細胞 其實癌細胞是一向都有的 我們經常都說 癌細胞 我們一向都有的 但是 因為癌細胞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即使他有 他有 他沒有那麼狡惑 我為什麼用狡惑 這種形勢呢 因為癌細胞 他會找一個東西 他會扮成自己不是癌細胞 這件事就是 為什麼我們的免疫系統 不能夠認得他 因為那個蛋白叫PD-L1 只要癌細胞生產一種蛋白叫PD-L1 他會將自己扮成一個良好的細胞 你的免疫系統 他會扮成癌細胞 他會慢慢做大 這是這樣的情形 我看研究 應該是隨著你的年紀越大 PD-L1就越多 去保護他們 大致是這樣的意思 現在 詹姆和本樹 這兩個科學家 都是粉腸 我相信 他會找到一個方法 就是找到 發明的那種藥 就是令人體自己的免疫細胞 他會認得回 你打了PD-L1 都沒有用的 認得回他們 於是 就可以把癌細胞 而這個情況 他們現在做到怎樣 台灣、美國、英國都在做 英國有一個全民健康保健體系 NHS 亦都在用免疫檢查點療法 現在我們在試做什麼呢 是在治療皮膚癌裡面 最嚴重的一種黑色素瘤 另外 很多 譬如說 食道癌 肝癌 那些 其實 都對很多病人 稍後我再說幾多 有極度好的情況 甚至有些全身腫瘤的 都可以完全消失 而這個去到現在 是有七成多的人 是可以的 完全消失很厲害 是七成多的人 是可以完全治好的 而且沒有任何副作用 不會辛苦 因為電療、化療 大家搞清楚 我想 電療、化療不是沒有用的 但電療、化療最嚴重的就是 好的細胞也殺了 很多人是因為 肝管衰竭而死 而不是癌症 本來有標靶藥 但標靶藥有一個問題 就是抗藥性 真的很麻煩 如果這一刻 這樣的話 我看台灣的報導 科學家就評估 其實真的 老蕭不准看得到 三幾年應該是成熟的 現在 英國、美國 就增傷 將這件藥去臨床 當然還沒那麼快 可以擺到那些藥檢局 因為如果一成熟 譬如在十年、八年之內 我不知道多久 整個商機 我們來做生意 對人類來說 是一件很震撼的事 是沒有癌症的 而且 這一種藥 除了我們剛才的醫治癌症 可以發展成為疫苗 即是說 你臨康性小孩的時候 打了這些疫苗 是不會有癌症的 這個不是基因改造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疫苗 它用回一個道理 就會啟動免疫系統 來攻擊啟內的癌細胞 而免疫系統 原來是有記憶力的 有特殊記憶力 可以記憶一輩子 即是說 如果你將它成功研發為疫苗的話 那個免疫系統 任何日後的癌細胞 扔你一扮 用PD-L1蛋包包著自己 它全部認得就可以攻擊你 於是基本上 基本上是不會存在有癌病會出現 這個就是現在的 And that's why 諾貝爾金康生物和醫學獎 就是給了這兩個科學家 記住他的名字 詹姆斯和本樹又 OK 厲害 你說現在我生癌症 那你就看看 怎樣拌長條命 或者做白老鼠 因為我所知 香港也有些臨床在做的 好嗎 那麼休息一會 現凡MHK.TV的會員 於星期一至四 午市或者晚市的時段 圍顧紫荊角 就可以以超值價 享受這個附入懷舊特色的 正中月色賽 這個優惠期由即日起 至到12月31日 飯圍顧MHK.TV的套餐 認下茄汁花之下 然後鋪上去 我們MHK.TV的俗友俱樂部 或者MHK.TV的香港六點半支 大東亞食平圈的Facebook群組 我們就會在中間選出幾位 認得最美的幸運 而請他們 再次吃一次 紫荊角的精選環球菜式 嘩 正啊 還快點打電話去 3184-0166定位 立即上 www.mhk.tv 邪動YUMNY Yummy 援領紫荊角的優惠 來啦 www.mhk.tv MH. MH.